快要满42岁的女星林依晨 凭着经典作品 恶作剧之吻 我可能不会爱你 为观众熟悉 她也有林富平女神之称 有颜值有演技 没绯闻 情商高 犹如女版胡歌 而林依晨的婚姻 也跟她的老搭档胡歌一样 成为网友讨论的热点 9月23日凌晨 台媒首度公开林依晨带娃的画面 报道称 林依晨生了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儿 母女俩的脸犹如饼印 拍摄时间是9月9日 当天 林依晨到幼儿园接女儿回家 她没有开车 选择了走路 看得出来 林依晨很宠爱女儿 孩子累了说要被背 林依晨立即背起孩子 母女俩一路有说有笑 画面温馨 从图片上的细节能够发现 小小林的英文名字是雷了 报道形容她是缩小版的林依晨 模样十分可爱 林依晨走到半路 遇到了女儿同学的家长 双方开心打招呼 可以推测 林依晨经常接女儿放学 跟其他家长都认识 据报道 小小林就读的幼儿园 就在林依晨婚后购置的豪宅附近 当初林依晨买房就是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这一套豪宅位于台北青田街 价值1.5亿台币 约和3300万元人民币 由林依晨购买 她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台媒一直用伟单亲来形容林依晨 她独自照顾女儿 有公公婆婆帮忙 但丈夫长期缺席 不知道林依晨在美国能够赚多少钱 林依晨自己赚的也不少 夫妻俩如果在收入上旗鼓相当地化 林依晨明显为家庭付出了更多 对此 林依晨解释 丈夫的事业做得不错 不想随便放弃 她对此表示理解与支持 林依晨与丈夫林依晨从恋爱开始就是远距离 一个在美国生活 一个在中国台湾工作 每次见面都要乘搭15小时的飞机 疫情期间 他们更是只能通过视频见面 很多人认为 以林依晨的条件 她完全可以嫁得更好 但她偏偏选择了一段艰难的婚姻 此前 林依晨录制综艺节目 心动的信号第七季 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爱情观 她笑颜 自己跟老公长期分开 结婚至今十年 他们每次见面都有心动的感觉 我到现在都还是有那种 快见到她了 小路乱撞的感觉 即使已经十几年了 林依晨自己觉得浪漫 但网友却认为她在硬撑 明明不幸福 老公都不在身边陪着 怎么会浪漫 林依晨认为 物理上的距离根本不是距离 相处在于肯不肯为对方用心 有没有欲望去分享生活的点滴 两个人都已经同床共枕 可是却同床异梦 那才是最可怕的 也许 林依晨真的魔所畏吧 不然她也不会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 对 老公在美国工作 每年回家几次 而林依晨就跟公婆同住 不知道她怎么处理婆媳矛盾 年轻人跟老一辈本来就有生活差异 双方还要没有血缘关系 唯一的润滑剂又不在身边 可想而知 林依晨为此承受了多少压力 她自己说没事 可能是她心胸宽广 包容力强 三年前 林依晨迎来了女儿 在怀孕前后 她都处于停工状态 有公婆照顾 丈夫依旧留在美国 直到林依晨的预产期到了 林依晨才从美国返家 过去三年 林依晨跟公公婆婆一同照顾女儿小晓琳 丈夫在美国努力做生意赚钱 每逢节日采访家团圆 换言之 孩子发烧生病 以及家里的大小琐事 都要林依晨独自承担 关键时刻 就别想老公了 这一切一切 林依晨都莫所谓 老实说 林依晨达成了很多男士的梦想 迎娶女明星 婚后如单身 不用带孩子 也不照顾父母 这是什么男平爽剧剧情呀 接下来说 太文心 林依晨不行接女儿放学 母女打扮朴素四路人 婚姻影质疑 要说这林依晨 那可真是个宝藏女孩儿 41岁的人了 论是保养得跟20出头的小姑娘似的 皮肤白的跟包了壳的鸡蛋似的 吹痰可破 穿着一身运动套装 身材那叫一个棒 一点儿都看不出是当妈的人 嘖嘖嘖 这保养秘诀 不少姐妹们怕是要羡慕的眼珠子都绿了吧 咱们林依晨可不是那种只顾自己美的主儿 这回被拍到的画面 可是让不少人大叠眼镜 你说说 人家可是个大明星 家里豪车好几辆 结果呢 接闺女放学居然是自己走路去的 没有司机 没有助力 就这么接得气得走在大街上 这操作 可把不少人给整不会了 再瞧瞧人家闺女 三岁的小丫头 穿得可是相当朴素 白T恤配蓝色牛仔裤 跟路边随便一个小朋友都没傻两样 傻 你说新二代不应该是穿金带银 前呼后拥的吗 得了吧 那都是你们想多了 林依晨这座派 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要知道 不少明星为了闲摆 结个孩子都要搞得跟大场面似的 可咱们林依晨倒好 背着闺女走路回家 那叫一个接的气 小丫头趴在妈妈背上 笑得跟朵花儿似的 这画面 说不出的文心 细心的网友们可都看出来了 林依晨这背影 多少带点儿沧桑 半驱的背 熟练的动作 一看就是个老司机了 爱 当妈不容易啊 更何况还是个伟单亲妈妈 说到这儿 咱们就不得不提提林依晨的那位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公了 这位林依晨先生 是个美国公司的高管 常年在国外工作 这下可好 林依晨基本上就成了各流首富女 又当爹又当妈的 回想当年 林依晨可是靠着 恶作剧之吻 和 我可能不会爱你 这两部剧 活遍了大江南北 多少九十后的青春回忆啊 人家还是金钟奖 最佳女主的双料得主 创下了偶像剧演员拿下金钟事后的先河 则则则 这履历 那叫一个耀眼 结果呢 2015年 正是事业最红火的时候 林依晨却选择了嫁人身子 从此 咱们的小清新女神就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偶尔拍个戏 更多时间是在家相夫教子 这转变 可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别以为林依晨这婚姻生活就是啥童话故事 长期两地分居 本来就够折腾人的了 结果好吗 还爆出了老公婚内出轨的传闻 嘖嘖嘖 这瓜可真是够劲爆的 有媒体爆料说 林依晨在外面有固定伴侣 林依晨还当场桌监过 这剧情 怎么听着跟八点档的狗血剧似的 面对这些传闻 林依晨夫妇倒是出奇的沉默 既不否认 也不回应 这可就让吃瓜群众们更加浮想连篇了 毕竟 无风不起浪吗 话说回来 咱们还是得为林依晨点个赞 不管背后有多少心酸 她在镜头前始终保持着优雅和从容 独自带娃 还要照顾公婆 这担子可不轻啊 要知道 单亲妈妈的辛苦 可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林依晨的故事 或许会让不少人感慨万千 曾经的女神 如今也是个平凡的妈妈 但也正是这种平凡 才更显真实和可爱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即便生活不如意 也要保持优雅和从容 说到底 爱情婚姻这种事儿 外人哪能说得清楚啊 就像古人说的 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我们只能祝福林依晨 希望她真的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林依晨的故事 也给我们上了一课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 但关键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就像林依晨一样 即便面对种种不如意 依然能保持优雅和从容 这才是真正的女神风范啊 再说说林依晨的育儿方式 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个拼爹拼妈的时代 多少人为了孩子的教育操碎了心 可林依晨道好 带着闺女就是简简单单的走路回家 一点儿都不张扬 这种反扑归真的教育方式 说不定才是最珍贵的呢 想想看 林依晨这种做法 不真是给那些整天嚷嚷着 要给孩子最好的父母们上了一课吗 最好的 并不一定就是最贵的 最高端的 有时候 陪伴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林依晨用行动告诉我们 育儿不需要那么复杂 简单平凡的生活 或许才是最珍贵的教育 说到这儿 不得不感叹一句 这些明星们的生活 还真是让人又羡慕又心疼啊 表面上光鲜亮丽 背地里却要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 林依晨的故事 或许会让不少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有人可能会说 林依晨这是伪反尔赛 但仔细想想 她这种生活方式 不真是很多人向往的吗 低调 朴素 亲力亲为 在这个乌于横流的社会里 能保持本心 不被名利迷惑 这份定力可真是难能可贵啊 林依晨的故事 也给那些正在职场奋斗的姐妹们提了个性 事业固然重要 但家庭同样不可忽视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 这确实是个难题 林依晨选择了家庭 这无可厚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重要的是不要后悔 回顾林依晨的演艺生涯 不得不说她是个有实力的演员 从偶像剧到证剧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只是个花瓶 如今选择退居幕后 专行相夫教子 这种勇气和决心 也是值得尊重的 当然 我们也不能否认 林依晨的选择可能会让一些粉丝感到遗憾 毕竟她还有那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但话说回来 人生不就是由无数选择组成的吗 我们无权评判别人的选择 只能尊重和祝福 林依晨的故事 或许会引发很多人对婚姻 家庭 事业的思考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停下来 好好想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是名利还是亲情 是事业还是家庭 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但重要的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